嗨,大家好 今天晚上在画家冲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 他们都是在宋庄待了有十几年 甚至二十多年的老宋庄,老资格了 各自在相关的领域都做得很出色 听听他们怎么聊宋庄吧 最真实的一面 其实很多艺术家到宋庄来 实际上就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 并不是说要跑车了还要尽管也有人想要获得成功 这种靠近我的心里也是很多的 但是基本上这是自由状态 这是形成了一种艺术的生态环境 这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种生态环境的话 相信那些艺术家他也生存不下去 上次关于艺术宋庄的那种生存状态的挣扎 也是对这边的艺术家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 其实我非常地一直在说一句话 就是宋庄的虽然说艺术家挺多 但是这个数字 大部分人的数字是不够的 其实是大部分不够 所以这个鱼龙混杂 我还做过一个比方 就是关于宋庄那个多边塔的一个事 把它再重新解释一下 已经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 艺术它可以分层次 你要明确自己在这个艺术中的地位 你属于哪一种人 如果你想鉴阅那种东西 实际上的话 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 那你实现不良好 那个塔尖永远是那个塔尖 你上不去的 你不可能的话 就是靠自己的一个什么想法 你就爬了塔尖上去了 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艺术它要防茫和发展 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素 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并不说我们一定要搞学术的东西 大家都搞学术的这个好 其实呢 它就很当一 它更需要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状态 而宋庄它就有这种丰富多彩的那种条件 各种这样的人都有 这种这种比较那个前卫一点的 比较在艺术界的话 比较那个主流的 有 那些的话上不了流特也有 对吧 这是因为这样 它才会形成一种丰富的这个送装现象 而这种东西呢 我相信的话 这个 这个离开这一个历史条件之后 送装它也会不复存在 这是肯定的 但是宋庄的消失 艺术的消失也是早晚的事 这是毫无疑问 因为它的结果的话 也最终会像七九八样的 比艺术家里开不下去 有普通的不成功的艺术家 根本不考虑 它会成为商业 最后还留一些流泥蟹了 它会淘汰一些 它淘汰一些吧 大乱逃杀是必然的 艺术区它大概经历三个间段 第一个间段是化蟹机具 化蟹机构产生 化蟹机构 第三个时尚 时尚 时尚 都这样 这个是全球化的一个 艺术区的规律 这栋酒又喝到了晚上十二点 越聊话越多 送装就是这样 特别有意思 可以随时教一帮搞艺术的朋友 做一起 聊 互相沟通 互相学习 今天吃饭呢 有画家梁浙 余丹老师 批评家胡天遥老师 著名的策展人 小风 朱雪文老师等等 对他们感兴趣的 网上都可以搜得到他们 好 这一集就到这 下期再见 谢谢 记得加我关注啊